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它的形象影片 找来摇滚天王500来拍摄 不过现在这个影片的品质 网友是先起讨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做了一些去背的效果 不过这个去背效果 好像是没有处理好 因为好几幕都会发现 这样子绿绿的 我们可以看到500的脸颊 这边是怎么样 泛着绿光 感觉真的是蛮奇怪的 而且大家也讨论说 这整个内容设计 被批评说很尴尬 根本就是学生的期末作业吗 另外品质堪忧的 还有这里就是桃园万圣节 它其实是从10月30号 到11月7号 那吸引很多爸爸妈妈 都带小朋友来万圣城来拍照 不过现在市议员黄敬平就说 在昨天活动刚结束 才两分钟 他要替游客来拍照的时候 竟然被工作人员组成了人墙 那把这个通通这个景点 通通都把他阻挡起来 而且态度很恶劣 就不让大家拍照了 所以他就批评说 要删除明年万圣城的预算 那市府也立刻回应说 要了解状况 而且也承诺说 接下来活动 也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再发生 你帮我建访 和我们称为 我们一起拍照 要逐渐